释迦牟尼佛 它是佛教界的释迦牟尼佛 它是佛教界所公认的 但其他宗教呢 不以为然 其他宗教的不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要知道 佛陀是佛教界的教主 他是佛教界的 而老子 老子是全世界的 是全世界的老子 对这一点大家好体会 不是说我在比较 那个老子比佛陀伟大 不是这个 意义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 本来释迦牟尼他讲的智慧 他讲的宇宙真理 跟老子所讲的 所发明 所发现所讲的内容 是核心都一样的 不是要去比较高低 而是 释迦牟尼他所讲的呢 因为他 比较具有宗教性 比较具有宗教性 不是说他错 而是说 他讲的比较具有宗教性 所以 后来的佛经 佛经 就被界定为 这是宗教的 宗教的经典 释迦牟尼他是教主 佛经是属于宗教的景点 所以 现在 包括佛教界 也都强调 我们这个佛经 这是佛教所专有 其他的宗教 他们是不了意 或是不究竟 或是外道 你表面上 好像是在为佛教好 但是呢 却把释迦牟尼 打造成为 这是佛教界所专有 所以这是佛教界的问题 佛教界把释迦牟尼 打造成为 佛教界所专有 然后优于其他 当有这种优越感出来之后 对立就产生了 所以其他宗教的 他们不会接受 佛教 甚至有些宗教 他们就讲明 认为佛教就是 邪魔外道 一样啊 我也听过其他宗教 他们就是这样界定啊 这个我都无争 我不想去争辩什么 因为我知道 佛陀的本怀也不是这样 而是整个流变的过程 佛教界就把释迦牟尼 变成为一个超级的神 然后把佛教变成宗教化 所以 你看 像这样的情况 其他宗教没办法接受 第二个 当佛教被宗教化 被神化之后 好了 这些经典 这些教理呢 释迦牟尼 启发智慧的经典教理 有没有办法 进入学校体系里面 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 进入教育体系里面 所以就没办法广传 这是我发现很可惜的地方 释迦牟尼他不是要建立宗教 不是要搞迷信 他都是在讲 讲的是客观冷静理智的去求真求证 可是被后来的佛教界把释迦牟尼 把他神格化了 把人间的佛陀 真实的佛陀 把他变成 打包成为 神化了 然后变成为信仰 变成为超级的神 然后要标榜佛教 与其他宗教不同 释迦牟尼与其他的宗教不同 所以呢 越是这样的打包 越让佛教跟其他宗教 距离就越来越远 也没办法真正的进入教育体系 所以这就是 我发现佛法这么好 可是就是 没办法让佛教的教理教育 真理实相 没办法让佛教进入教育体系里面 其他宗教也很难接受 那这样的话呢 对全世界而言 你佛教徒再多 包括说台湾的什么有名的大师 你信徒几百万 甚至几千万 要知道 对全世界而言 还是只是少数的群众 而且最重要这是 佛陀的教理教法 没办法进入学校体系里面 就没办法让人类全面性的觉醒 所以感觉到很可惜的地方 所以十几年前 我就在想 怎么样让释迦牟尼佛 他的启发 他的教理教法 能够逐渐的 进入学校体系里面 协助人类的教育 来到真的 往智慧 开启智慧 聊宇宙真理实相 所以 这个就是我十几年来 慢慢在寻思 在转变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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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